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接这期啊 跟大家聊一聊日本小学生之死 也就是发生在深圳的那一起 针对一名日本儿童 日本小学生的袭击事件 导致这一名日本儿童身亡的这个事件啊 昨天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事件 特别诡异的一个地方 今天不仅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件 诡异之处 今天还得跟大家讲讲 到底因何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袭击事件出现 不仅如此啊 今天还得结合啊 今天最新的一个新闻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啊 这个新闻是啊 中国现在已经宣布 将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啊 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已经有了一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然后的话 现在怎么就忽然间宣布 要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呢 这个事件怎么就跟这一名日本小学生他相关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聊啊 这一名日本小学生遇袭事件 特别诡异的一个地方啊 首先呢 那就是啊 到底因何而发生的这样的一起事件 无论是很多的海外的媒体 还是日本的媒体 基本上都把这个原因归结成为中国的仇日情绪 高涨 中国人太恨日本人了 中国人恨日本人恨得不得了 首先啊 从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诡异啊 因为 现在的中国人眼里的那个日本 还有那么可恨吗 或者说啊 就中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现在中国人是恨日本 还是有一些什么别的情绪 总而言之吧 真要聊到这个仇日的情绪啊 比较有名的一个时间段 也就是大概20年前 20多年前 然后连续发生了几次的这个反日的游行 我相信啊 然后年纪 有一点年纪的同学啊 应该是对于那个时候啊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印象 当时啊 中国国内的很多的大学生啊 上街游行 打砸 打砸什么日本的商店呀 打砸日本的汽车呀 打砸日本的什么所谓的日本料理店呢 总而言之啊 只要看见跟日本相关的东西啊 很多的同学啊 表现的都特别的一个激进 那个时候 2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 中国人确实是恨日本 那恨日本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啊 有几次的这个反日游行啊 出现的这个原因 基本上都跟这个钓鱼岛相关 因为啊 日本人又在钓鱼岛水域 撞了中国的渔船呢 抓了中国的这个船长啊 渔民呢 对不对 包含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海上保安厅的船 可以一直在钓鱼岛啊 周围晃了晃去 中国的船没办法接近钓鱼岛附近的一个海域 只要出现了日本人又欺负了中国人啊 在钓鱼岛水域欺负中国人 而且呢 窃占了中国的钓鱼岛 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 然后很多的民众 很多当时的大学生 然后那个仇日情绪就冒了起来 可是走到今天 咱们就说啊 这个钓鱼岛事件对于中国人 对不对 钓鱼岛对于中国人而言 现今的中国而言 对不对 还有像当年那样 只要一触碰啊 中国人就极其愤怒的那种状态吗 其实本质上已经没有了 答案 原因啊 也很简单 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 对不对 钓鱼岛现在是谁在实质的掌控啊 对不对 本质上还是中国的海警 现在在钓鱼岛附近进行执法 日本的所谓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 包含日本的渔民的船 想要接近钓鱼岛都非常的有困难的 大概几个月之前 有一次啊 这个日本的郑鹤和日本的学者 坐在一艘渔船之上 然后的话往这个钓鱼岛去冲 结果呢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啊 也就是严肃啊 当时在船上的一名日本学者的 这样的一个回忆 然后的话 这个中国的海警啊 来了 然后一直在追逐啊 这一个渔船 日本的渔船 一直追到了石原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些 特别神奇的点吗 就这种新闻出现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相关 相关钓鱼岛的一些新闻 其实很多的国人 对于这种新闻 那个兴趣并没有那么的大 为什么 以前二十年前 钓鱼岛一出事 大家就不行了啊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一个愤怒 要弄日本 现今啊 钓鱼岛出新闻 大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受 其实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想明白了 大家也就会明白 现今的中国人 到底是如何看待日本人 现在为什么 大家对于钓鱼岛的新闻 感触感受没那么的大了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钓鱼岛日本人也翻不出什么花 对不对 中国人也不用那么的啊 那么的敏感 然后以前二十多年前 为什么 对不对 然后日本在钓鱼岛 只要一搞事情 中国的大学生 对不对 都不行了 呀 很愤怒 为什么 其实归根基底的原因 是因为 无能为力啊 对不对 日本可以在钓鱼岛 为所欲为啊 日本的海上 保安厅的船 在当时来说 又大又快 技术含量又高 对不对 中国的海警船 然后撞也撞不过 跑也跑不过 对的 技术含量还不如 日本那一面高 然后的话 你真的是没办法 与日本在钓鱼岛水域 进行什么 特别激烈的 一种博弈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当时呢 当时很多中国的民众啊 然后对于 在钓鱼岛水域 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表现的特别的愤怒 尤其是当时的学生啊 反正游行啊 那个时候 然后针对啊 这个钓鱼岛的事件 大家的观点都一样啊 海警船撞不过 我要派军舰行不行 中国要派军舰 不能见到日本就软弱 日本人那么坏 对不对 得跟他干 干日本人 对不对 可是走到今天 可是走到今天 还有这种 无能为力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现在 无能为力的是谁呢 所以说呢 钓鱼岛这个世界 哪怕出现一些啊 这个日本渔船啊 跟中国的海警船 进行博弈的新闻 大家那个表现 基本上还是比较 稳定的一种状态 没有说什么特别激进 对不对 而且无感 对于很多的人来说的话 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伤害不到我 我有什么感觉呀 对不对 尤其是 尤其是现在 在钓鱼岛 一年365天 恨不得一年360天 都是中国的海警 对不对 在那边进行执法 日本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现在中国人 对于日本人的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啊 跟大家引述这个东西 也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 中国的仇日情绪 发生的改变 二十多年前 跟现在那个对比 现在的中国人 如何看待日本的呢 是恨日本吗 还是像二十多年前一样 无能为力 对不对 然后无能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拿他没辙 拿当时的日本没辙 还是这种状态吗 对不对 二十多年前 经济上日本的表现 还是非常的一个不不错 对不对 哪怕作为一个二战战败国 在很多的军事上的一个优势 也也是能够保持住 对不对 当年一说 日本的八八舰队 那倒不得了了 对不对 日本当时什么F16 F2 对不对 然后面对这个中国的这些战斗机 他也照样是有优势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年中国人看日本 多多少少 真的是有点无力感 可是走到今天 还有这种感觉吗 现今的中国人 到底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恨日本 恨的不能行 有这个可能吗 恨日本什么 恨日本日元贬值了 这个三分之一吗 对不对 恨日本什么 恨日本在各个行业上 与中国的企业竞争都竞争不过了 日本的造船业 对不对 现在世界第三 那是中国的一个零头 对不对 中国世界第一 日本优势的什么新岸线 高铁的技术 现在面对中国的竞争 还能够竞争得过中国吗 恨日本什么 到底恨日本什么 恨日本 对不对 那个什么白色家电 还是能够占据市场吗 对不对 现在日本的白色家电 日本的家电的企业 怎么样面对中国的家电企业的竞争 日本在哪一领域 还能够远超中国 现在仅剩的 也就是一些什么芯片产业 对不对 芯片产业光刻机的制造 包含还有一部分的 所谓的游戏产业 这都不重要 没有多大的一个产值的一些行业 日本在哪一领域还能够面对中国 保持优势 中国人还是那么 那么无能为力的看待日本的吗 对不对 无力感还有吗 现在中国人你说讨不讨厌日本 是对于日本这个观感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你要说恨恨不着 你强你大 我拿你没办法 我恨你 对不对 你现在是幼弱 对不对 你你现在基本上 你别说面对中国了 美国都得吸你的血 对不对 日元金融市场 日本欠的内债 这这都是日本的一个问题啊 对于中国人而言 现今看日本基本上是很难看得上啊 如果你对于这个国际的局势看得比较明白的话 你对于日本基本上是看不上这种状态 但是啊 你要说到恨的话 他很难能够到达恨 哪怕有一些啊 国内的一些民众啊 对于日本还是有那种啊 观点啊 不能小看他不能小看他 你内容特别可爱的一些网友 对不对 但他跟你说不能小看不能小看 但是 这不是 这个不能小看 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心 一个心理 一个心态 对不对 啊 这个东西 总而言之日本 没有没有完全弱 其实日本的弱化 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的一个共识 如何看待日本的 对不对 以前你说二十多年前 发生这种针对日本人袭击的事件 我还觉得有可能 现在的中国人 对不对 有那么看见中国 看见日本人就受不了了 就要袭击日本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发生在深圳的 针对啊 日本这个 小学生啊 针对日本小学生 然后的话 这种袭击事件 我跟大家评价是诡异 对不对 就是处处显示着不合理 而且最近这几个月 然后的话 这个日本与中国 或者说日本国内 造出来的这些新闻 或者说日本 中国啊 民间的这种社会矛盾的这些新闻 都是在最近这几个月连续发生 而且最近这几个月 日本国内 其实是更加的不稳定 中国国内 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啊 日本才是来到了 这个命运的十足路口啊 什么十足路口啊 日本的自民党的大选呢 日本自民党最近遭遇多少事啊 跟大家举个例子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 日本海上 海上 海上自卫队 那艘破军舰 那艘破护卫舰 往中国附近去冲 往中国领海去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日本的 日本自卫队啊 司令部啊 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复 日本 日本这个防卫省啊 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复 然后是啊 我们不知情 我们现在得去问 那一个护卫舰的舰长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日本人都说不清这些事 为什么 再结合后来日本自卫队 然后的话 海 陆空 三边的啊 所谓的这个自卫队的啊 这三个老大 都被迫检讨 然后日本海上海上自卫队的最大的啊 那个那个将领 让自己辞职下台 这都是当时连续三天之内发生的新闻 先有一个往中国冲 往中国近领海去冲的一个会议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日本那边第一天啊 出来的新闻 后面两三天 马上就出来了 日本自卫队内部大清洗 这种新闻出现 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不对 日本这种新闻 你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的那个情况是什么 你包含日本自民党派罚 结散派罚 结散派戏 对不对 然后报复报出那种收回扣 对不对 收黑钱的这种新闻 你就知道日本自民党 让处处体现出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 最近刚才跟大家讲 最近这几个月 然后日本与中国民间矛盾的这种新闻 频繁的发生 你包含什么 什么靖国神社被撒尿了 靖国神社被涂鸦了 而且不止一次发生这种新闻 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两次三次 就这种新闻 日本那边拼命的炒作 对不对 中国人恨日本的 中国人恨日本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直 这种新闻一直发生 一直发生 就出现了啊 这种针对日本小学生儿童 这个袭击的事件 包含之前还有一起 应该是在苏州吧 对不对 然后有人要去袭击啊 这个日本人在中国的这个学校 然后导致啊 这个这个学校的一名女性的保安 然后的话 为了保护日本的孩子 然后的话 遇袭身亡 这种事件发生了 这几个月连续的在发生 刚才跟大家讲了 现今的中国人看日本 没有那么大的恨 因为看不起你看不上你 用不着恨你 对不对 日本内部呢 确实啊 各种各样奇葩的新闻 纷纷的出现 谁内部有问题 谁内部没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说 把这些事情看清楚 你又能够感觉到这个事件 诡异的一些地方 它到底是为何会发生的呢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 然后的话 这个事件真正发生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呀 现在很多的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自媒体 包含日本的媒体 都把这个事件 这种事件发生的原因 归咎为中国的反日情绪 刚才跟大家讲了 但是是不是中国的反日情绪 然后导致这种事件的发生的 刚才跟大家讲了诡异的地方 那接下来咱们就 咱们就认定啊 就是因为中日之间 历史上的一些 这个深头大恨啊 导致发生的这种 这种新闻 对不对 那因为历史上的深头大恨 那到底是谁错了呢 对不对 发生这种事件 到底是谁错了呢 是中国错了吗 比如说海外媒体 海外自媒体都说了啊 这是你中国反日 中国反日 中国政府反日 中国政府反日 那首先问一句 那中国政府 中国人为什么 对你日本人的这个观感不好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对日本观感不好呢 咱们得把这个原因看清楚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啊 当年的侵华呀 你杀了中国人多少人呢 三千万呢 对不对啊 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 中国人还不能恨一恨你啊 刚才跟大家讲 这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但是这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然后中国人心里边对于你日本人讨厌 发自内心的讨厌 为什么呢 几千万人人命没了 一座南京城 三十万 三十万人呢 女性 儿童 老人 男性 男子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人 三十万人 你说中国人对你日本有点恨意怎么了 而且 对不对 你日本有认真的道歉吗 我相信大家一说到日本 都很了解另外一个东西 那就是 然后日本人啊 他这个包含啊 日本人所谓的反战啊 所谓的啊 我们日本最热爱和平 对不对 也就是日本二战之后啊 对于自己的那个 对于二战的那个 那段历史的那个宣传 我们反战了啊 我们热爱和平了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啊 也也知道一句很有名的话 日本人的反战不是反战 他是反战败 对不对啊 然后记恨 我当年怎么在这一点错了 在那一点错了 是不是啊 我们内部有坏人 如果没这些坏人 如果我们做对了 对不对 如果某些啊 政策某些事情做对了 我们战胜了 我们是赢家 那可能结果不一样 现在日本对于很多战争的反思 都是基于反战败 他不反战你知道吗 你是所谓的反战吗 日本人你所谓的 这个这个啊 反思战争 反思的是什么呢 反思的是啊 怎么这个场战争 让日本人倒霉了 我们打赢了 日本人就不倒霉了 日本人反思的是这些玩意儿啊 那你对于当年你侵华造成的 都在中国人的死伤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日本人没看法 我热爱和平 你有认真的道歉过吗 你真的是向当年的受害者 认真的道歉 对不对 特别的诚恳的道歉 中国人 中国人是可以 对不对 让放下对于你的那种仇恨 或者说啊 对于日本人的那种 那种恨意会大幅度的降低 因为你诚恳 你日本人诚恳吗 所谓的反战就是反战败 这玩意儿叫诚恳吗 所以说 那你说现在中国人 哪怕说啊 这个发生在深圳的这一起 针对日本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啊 与袭击的这个事件 你可以说啊 他是啊 什么反日情绪 反日情绪从何而来呀 对不对 如果你日本诚恳的反思了 当年自己做的那些坏事 对不对 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咱们就假设是因为仇日情绪 那你日本如果真的是 把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给解除了 解灵还需细灵人 对不对 你啊 这个化解了当年的仇怨 你认真加诚恳的 对不对 解决了这些问题 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哪怕是有 那也是几率非常非常低 你日本有诚恳过吗 你是反战败还是反 对不对 你是反战呢 还是反战败 对不对 你自己也好好想清楚 不过呢 讲到这儿的时候 很多同学可能会说 那日本现在 对不对 照你老五所说 又有点诡异 对日本也没有反思 而且呢 海外媒体包括日本的媒体 都在指责中国 发生这种事件 哎呀 这个日本非得弄它不行 对不对 诡异啊 没准是日本人自己弄的 你老五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要弄日本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新闻 可能会让很多的同学 瞠目的结舌 但是我跟大家先讲 发生这种新闻 也有直接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新闻也就是啊 这个中国宣布啊 将逐步的放开 日本水产的进口 这个 这个算是啊 限制日本水产进口 以前跟大家聊过 是为什么 也就是因为日本 对不对 然后把那个核污染水 排放进大海 然后日本宣布 往大海去排了 然后中国这边 马上就禁止日本水产的 这样的一个进口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现今这个世界 你很难找得着 这种程度的算是贸易制裁 你中美博弈 也博弈了好几年 大家看一看 美国敢做这种制裁吗 他加关税都已经成大事了 然后中国现在对日本是 一个行业的所有的商品 一点都不买 对不对 一点都不买 我全部给你制裁了 你全世界都很难找到 找得到啊 这种程度的这种制裁 然后这个事情的日本呢 一直以来也想要啊 跟中国来谈 包含什么 发生什么日本间谍事件呢 对不对 日本间谍被抓了 日本人也想要利用这种事件 与中国来谈 对不对 啊 间谍事件这边啊 我我松松嘴啊 我不指责你是针对日本人 对不对 这个这个 针对日本水产这个事 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谈 中国一直没有说 好好的 对不对 正脸看过日本 对不对 关于啊 这个日本水产的这些问题 日本人想要找中国 中国基本上没理过日本 双方哪怕哪怕谈 基本上也是啊 鸡同鸭讲 可是忽然之间 没好像没有任何的铺垫 没有任何的之前的 任何的一些啊 线索 就忽然之间 中国就宣布了 要逐步放开 日本水产的进口 到底是为什么 在结合前面跟大家讲的啊 针对什么日本孩子 儿童啊 这种袭击的事件 然后这种事件 有没有关联 咱们就说假设 对吧 假设 然后日本的右翼 尤其是日本自民党 都在这个党首之争 也就是下届 日本首相之争 现在特别的一个激烈 现在这个安倍派系 也就是之前的小全派系 现在这个代表人小全 对不对 金次郎 然后呢 现在这个声势啊 比较旺盛 也就是日本的一个右翼 或者说日本的亲美派系啊 现在这个声望啊 是比较旺盛的一种状态 然后为了拉开他们的一个声望 然后中国是那个大坏蛋 那必须要给你坐实了 中国如果不是大坏蛋 我们日本人干嘛要亲美呢 中国太坏了 中国人天天要弄死我们日本人 对 所以说呢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啊 所以说我们要跟美国人接近一点 这就是日本自民党内 这个亲美派系 他想要赢唯一的一个方案 要创造那些舆论 这个舆论也就是中国是坏蛋 中国是坏人 中国要弄死我们日本 然后的话 如果说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内的 这个亲美的势力 想要坐实这些 坐实中国是坏人 他怎么做呢 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包含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所谓的什么 敬国神社 撒尿啊 什么涂鸦呀 对不对 你包含这个日本啊 海上自卫队的那艘护卫舰 如果接近中国的领海啊 中国给他击沉了 那中日之间没得谈了 中日之间没得谈了 日本自民党内的亲美派系 马上又又把美国人登过来 这就是日本对不对 你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跟这些事情全相关 连续两次针对日本的这种学生的这种袭击 对不起 苏州 一起深圳 然后深圳这一次 然后导致一名日本的儿童身亡 只要发生这种事 有利的是谁 有利的是日本自民党内的亲美派系 小泉进次郎这些人 高氏早苗这些人 然后呢 谁吃亏 谁倒霉 岸田呢 岸田文雄是日本的现在这个县首相 岸田文雄是岸田 岸田派系的人 岸田派系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啊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一个派系 然后既不是啊 特别的亲美 也不是啊 特别的跟中国保持一定的一个关系 总而是保持一定的一个平衡 岸田派系 现在遭受这个压力 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 自民党内部的这种动荡 而且呢 在下一届的日本自民党的这个 党首的选举里边 看起来岸田派系要玩要出事 对不对 岸田派系又要歧视 那大家就想想了 那大家就想想了 那怎么办呢 日本要眼看着 要往亲美那个方去走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来说 日本人亲美是好事是坏事 按照中美博弈的这样一个大格局里边来看的话 对不对 大家想想啊 那美国 日本人决心啊 这个横下一条心 为美国输血 跟中国死磕 那你说对于中国来说是好事是坏事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然后呢 给点甜头啊 这也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啊 给点甜头啊 然后的话 我慢慢的逐步解禁你日本的水产 岸田文雄身上的压力会降一点 对于日本自民党内部有些人想要搞仇中 搞要想要搞亲美 对不对 那这是个好事情 这是个坏事情呢 其实讲到这儿的是 我相信啊 有一些特别可爱的网友可能会说 你老五是不是想想的太复杂了啊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一定得说日本坏 如果你要了解日本 多多少了解一点日本 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话 你就会知道日本人干出这种事情 他没什么奇怪的 有人者文化的 有自杀文化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呢 发生这种事情有什么可意外的呢 你要是真的是了解日本这点文化 那日本人做的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多了去了 你比如说当年的918 都在跟大家讲一点相关于918的事情啊 当年的918 你无论放去哪儿 你日本的军队 对不对 进入了中国的东北 然后呢 占据中国的东北 然后这种事情 你放在哪儿 你都很难说得过去啊 按照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 这个世界的对于很多事情的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你这就是一个坏蛋行为啊 对你坏人的行为啊 恶人的行为啊 邪恶的行为啊 大家知道当时在中国的这些日本人干了什么吗 这个9月18号 918对不对 然后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连续发生了五次的日本日本人闹事的事件 然后他这几个月一直到12月份 然后这几个月里边啊 在这个上海的日本的这些所谓的日桥 然后开大阿贿啊 谴责中国 谴责中国太邪恶了 啊你中国太坏了 918日本人侵略中国 都在侵略中国的东北 让他日本在中国的这些日桥 说中国太坏了 因为中国啊 因为中国太太暴力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啊 这个这个 跟这个文明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啊 进行对抗呢 你怎么能够开枪放炮呢 我来东北 我日本人 大日本皇军啊 来到东北 那是那是仁义之师啊 你反抗 你暴力 不仅如此 不仅是啊 这种语言上的日本日桥攻击中国人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浪人 还在当时中国多地啊 发起了这种袭击啊 针对中国当时的民众啊 然后进行一些啊 真的是啊 私刑的一种暴力 他在中国 日本浪人在中国 918发生之后 发生之后 日本浪人袭击中国人 这就是日本人当时干的事情啊 那日本人为什么怎么去干 他维护的是日本的利益 这一点大家一定得记住 他知不知道日本在侵略中国知道 可是为什么要耿着脖子 跟你耿这种事呢 要显示他有道理 他真的是正义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 他只不过是站在日本的角度上 去考虑这些问题啊 我要把水给你搅混了 玩一些小手段 我还得指责着你 这就是日本人啊 这就是日本人 为了日本的利益 他什么事他都敢干呢 当年918的时候 日本人敢这么去干 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日本 就没有人敢这么去干吗 对不对 在献祭一个孩子的生命 到底是谁献祭的呢 大家慢慢去看吧 未来日本跟中国 还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发生 咱们到时候再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啊